TBS健康生活Tips 要幫你從日常大小事 一起來顧健康 手上要帶您看到 是一起醫療的爭議 因為有民眾抱怨 這個聯醫是不是出處方簽 認為是不是在鼓勵病人 要多住院呢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就是台北市議員 汪志斌接獲的陳情 民眾跟他說 台北市立的聯合醫院 是不是鼓勵病人 留在醫院還有多住院呢 因為沒轉出一張的處方簽 會減少83元的藥室服務費 如果聯醫對於這樣的指控 他就強調 這個資訊是有錯誤的 絕對不會鼓勵病人多住院 而且跟社區藥局 都有保持非常良好的合作關係 但是醫院汪志斌都認為了 這個病人的確應該要 擁有拿藥的自主權 因為也應該以病人的康復 作為首要的目標 而聯醫也再度的重申 說這處方簽釋出 都會有一個既定的流程要遵循 但是也同時會尊重病人的選擇 好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 是這個諾貝爾獎 其實先前出爐 但是這三大獎項的得主 其實都跟同一所大學 是非常有關係的 根據中央社報導 剛剛有提到 包含了化學獎的得主貝克 還有醫學獎的得主魯夫昆 跟物理學獎的得主霍普菲爾德 其實他們都跟加州大學的博克萊分校 有非常深厚的淵源 以這個62歲的貝克 其實是因為計算蛋白質設計的獲獎 而魯夫昆是因為發現 微型核糖的核酸額獲獎 最後這個霍普菲爾德 則是因為曾經在 博克萊大學裡面來任教 所以這三個人都跟同一所大學 是非常有關係 因此也被外界認為 這大學是運出諾貝爾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推手 好 再次要回到國內 也就是公務人員這個代薪的工價 有機會還要再繼續延長嗎 因為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立法院就要求全市部應該研議延長 包含警察 消防員等執法人員 因為工傷病的一些工價的期限 以現行的規定來說是兩年 但是根據報告 近五年中有六名 是因為工傷病是超過兩年 沒有負職的執法人員 占比算是達到0.13% 而程序部也強調會考量到機關內部的平衡 還有人力的調度 未來還會持續的關注 主要就會持續的來整理 這公務人員因工傷病的起價情形 還有相關的意見 才會決定到底要不要把這個假期給延長 好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這個床怎麼會夾手 原來是這個清潔人員說 這個獨立桶的床墊實在是太難拆了 而且讓他們手指夾到真的會怕 根據一期圖隊報導 台中市過去是由各個清潔隊 來安排人工拆除獨立桶的床墊 但是整體的作業其實非常的繁複 而且效率很低 平均一天就只能拆除10到15床 而剛剛也說清潔隊員就說 他說非常需要費時間超過半小時之外 他們的手也非常容易受傷 所以現在是轉為機械破碎來處理 也希望可以來提升整體的效率 而近日在桃園市的床墊業者 只是支持收取這個 廢棄的彈簧床墊的回收費 費用大概是300到500元 也建議是要由消費者來負擔 而業者也點出因為不同規模的廠商 其實收取處理的費用 可能會面臨一些相關的爭議 同時也點出因為這個床墊的拆除難度 實在是太高 所以其實整體的回收變賣的價格 也會變得比較低 好 最後是天氣狀況 要提醒您宜蘭現在是進入雨季了 所以這雨季千萬還是要隨身帶著 根據T-Today的報導 就是氣象專家林德恩他在他的臉書上面 就發文提醒說宜蘭已經進入雨季了 這判斷的標準之一 就包含美國NCEP的氣候模式模擬 預計從10月下旬到11月的上旬 南海到菲律賓島附近的熱帶擾動 其實非常活躍的 可能跟東北近風產生一些共辦的效應 造成宜蘭還有東北部會有顯著跟持續的降雨 此外他也提醒從今年下半年以來 反聲音的訊號也越來越明顯 而且10月有超過8成是有非常大的發生的機會 所以他也提醒這個未來天氣變化還是非常大 所以也提醒民眾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 以上就是為您提供在健康生活上面的最新議題 提供您做參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